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资深艺人黄山亮当年依然辞去百万年型的饭店工作 转而埋头进入音乐一行 最终幸运地收获了莫大的成就 黄山亮出生于1968年9月6日 本名简世亮 音乐底子深厚 写歌无数的他 是各大节目抢手的音乐评审老师 唱歌事业之外 前不久他还投资了在延济街巷弄内开设的 哈拉兄弟美墨餐厅 自然在巷弄 但因为餐点好吃 加上他的好人也好 生意整整日上 对此他笑说 当年在德州待了八年 对美墨餐点很有心得 加上合伙人也是美国人 一排即合 每天都忙到凌晨一点才能回家 据悉 这家餐厅很有意思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做的是墨西哥跟美式系列 墨西哥市常看到的是塔克饼 有软硬等款式 也是墨西哥人常吃的薄饼 牛肉 鸡肉 猪肉都有 汉堡则是德州式汉堡 汉堡重达半磅 而且都是店内自己研制的 其中还是有酒吧吃 他自宝最喜欢喝的调制酒 叫摩执头极尾酒 之前他有次出外景去古巴 在那边喝到 也学到做法 之后还自己尝试 用新鲜的薄荷叶跟莱姆酒调出 叹气开这家餐厅的缘由 他解释说 几年前的录音室对面 有一间美墨餐厅 后来跟老板成为好友 因为他以前住在德州 当地最普遍的食物 就是德州加墨西哥的总和料理 他说自己是斜杠再斜杠 不仅待过旅馆 也开过早餐店 现在有时间就在美食餐厅帮忙 觉得要让很多流程 设定等都上轨道 才去忙另外的事情 据媒体报道 他最早曾在德州 休斯敦大学连旅馆管理 在餐饮等部分也学会不少技能 更在五星级饭店工作过 而且有时候写个压力大 就在家烤煮菜舒缓 他自己研发出来的红肉塔克饼 在店内还是热销品 在美国的时候 他就常常做台菜 卤肉饭煮面等等都会 回台后也会怀念美墨料理 开餐厅则是刚好得偿所愿 他还透露 自己在学校上课时 常备安排在厨房 因为他做的菜还不错 由于堂客是经营餐厅 老师就安排他负责美墨料理 同时别人轮流当经理 然后研究菜色 再去跟同学商量 在不当经理时 大部分时间是当主厨 此外 因为严谨节商圈 算是台北餐厅界的一级战区 附近店家不见其数 问他为何会想开在这个 竞争激烈的区域 他说 朋友原本在此开马来西亚料理店 但因为朋友要搬到百货公司去 就问他要不要这个店 于是他跟合伙人商议后 才决定在这里试试看 结果开店之后 才发现附近有两家美墨料理 其中一家还是艺人埃尼克斯的店 而开餐厅真的累人 他在试移民期间 每天早上九点就到店里 大概花了两百多万元 整袖装潢 原本小说只是做个小生意 没想到设备等 都必须花一大笔钱 不知不觉又盖了个吧台 他说开餐厅对他最难的事 花的时间很长 很多细节 比如摆盘 情节都势必公清 洗碗甚至还吸到咬酸背痛 累积起来很疲惫 经纪人还调侃 唱歌有钱不赚 非得在那边洗杯子 事实上 他光写一首歌或做一场演出 都可以比做餐饮收入更多 但这是他的兴趣 不会因为只是小生意 或利润不高就不认真做 希望努力做得最好 之前他开早餐店的时候 半夜就要起床泡豆子摸豆浆 投资酒吧后发福 虽然喝得愉快 但后来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才忍痛退骨 否则会影响到工作 先前他迈向处到20年 也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首唱大型演出 迎接好天演唱会 而举办记者会为歌唱造势时 唱地变选在他的餐厅 更特别端出招牌菜 红色塔克饼 象征票房开麦红火 身为老板 虽然勤力轻微是好事 但他曾在餐厅厨房打扫时 发生意外 与其当天是电修 决定好好打扫 把地板刷干净的他 在水桶里先加入漂白水 然后再加入瓷砖清洁剂 清料清洁剂含有盐酸 导致清洁剂加漂白水产生了露气 倒在地板上后产生刺激 他一呼吸就呛到肺部 相当难受 一直咳嗽的他赶紧跑去户外呼吸 随后也搭计乘车前往医院 此后在医院吸氧器 吸了两个多小时 因身体不适便取消了档案表演 之后休息两周 身体才慢慢全部回复 也不用再回诊 向粉丝们别担心 当时很重视首场大型演出的他 为了筹集歌单还要粉丝们到他的视群去留言 来分享想听哪首歌 而真正到了演唱会 他也将布袋戏的歌曲引一呈现 还将过去的戏剧影视作品 繁场的景点老歌等技术表演了出来 说到歌唱事业 黄山亮这一路走来相当不易 凭借布袋戏爆哄的他 当时每个月至少要做20首频率的歌曲 并开始制作自己的个人专辑 忙到无暇管理工作时的事务 最后惊许公司欠占两千万 几乎全放手给地下的员工作 加上金融风暴 使他整整八个月没收入 人生一度陷入低潮 还曾被讨债公司威胁 你报警也没用 即使如此 人就独自扛下债务 没想到期间 又遭逢妈妈罹患领巴癌病逝 妈妈不说他背债 甚至给他提款卡 说卡片里还有20万元 那时他看到妈妈拿卡片给他 心里相当痛苦 当下便发誓 这辈子不要再有这种惊议 后来花了十年缓清债务 但妈妈提款卡内的钱一直留着 这次的经验让他上了宝贵的一课 学到做事要量力而为 而这十年低潮 陪在身边的则是他的妻子 因为老婆不是权内人 他很注重保护对方的隐私 少对外公开自己的感情生活 黄山亮高中时就在怕不住唱 但自觉因不会唱英文歌 导致神音不好 后来在朋友介绍下通过留学代班中心 申请到美国念书 他打趣说除了念语言学校 还透过成人杂志学英文 在休斯顿大学攻读饭店管理时 常参加隔唱比赛赚钱 跟曾和当时一走红来美国演出的王瑞霞一起合唱 毕业后他直接在当地就业 考了卫生 保全 调酒 基础会计等征兆 回台湾后顺利进入军乐饭店当经理 不过他始终怀抱音乐梦 在饭店做了三年后决定辞职 全行投入音乐 毕时身为歌坛菜鸟的他 刚开始根本无案可接 水电费 电话费也缴不起 只好重操饭店就业 到西华饭店做大业 海笑说大业班非常有趣 很多人白天西装笔挺 光鲜亮丽 但到深夜因为酒精就会露出本性 他曾接待过一位道上大哥 对方在饭店是月族常客 夜班的人都跟他很熟 没想到某次有早班员工去找他催缴住宿费 该大哥晚上喝了酒回到饭店 立刻叫身为夜班经理的黄山亮到他房间 拿了一碟钞票怒厚着甩到他身上 让他吓出一身汗 在西华做了一年后 他放弃作用年薪百万的稳定收入 离职开工作室 当时还曾借到几个好莱坞动画片的配乐制作 也是在此时首度接触到贫磊布袋系的配乐案 并完成了代表作《英雄无名》 但一收入不稳定又短暂回到西华 后决定去外地 一年后再度接到贫磊的邀约 就此踏入隔摊 此后事业越来越红火的他 更获得锦取奖肯定 他以自身经历表示 生命的经验不见得会马上回报 但过程中不要打混 尽力去走 他也是很认真的上课 做好工作 累积技能 才获此成绩 而且后来写歌的很多故事 都是从旅馆的经验中获得灵感 有趣的是 黄山亮有一次在高雄赶场 想找两机乘车座 这只司机先生正在休息 看贫磊布袋系 因此挽聚在他 心急之下 他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司机听完立刻改变心意 不知开车载他 途中播放缓誉传说片段时 他和司机大哥合唱了一段 又有一次 黄山亮为了做音乐 而去银行贷款一百万元 一百万元对银行不是大数目 数小贷款 但为了这一百万元贷款 银行不断有人前去他公司查问 明明分行都过了 总行又说要来看 而这些人去了后 其实也不是想急查什么 纯粹就只是撩霹霖 黄山亮到最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大家都是霹霖迷 而霹霖的隐心粉丝有多少 光黄山亮自己遇到的 就不计其数 除了证明霹霖潜在的 收视人口庞大 也可见他在霹霖迷心中的 走红程度 此外他不仅在音乐界又出色成绩 之前出演的法国影视剧《奖茶的滋味》 还让他获颁最佳男演员奖 得知结果当下他又惊又喜 忍不住直呼 太疯狂了 希望自己高兴到下巴都守不回来 得奖消息曝光后 许多人纷纷涌入流言去恭喜 并大赞他是一人之光 不过他开的美墨餐厅 前不久因为疫情 只能以外带外送为主 算自疫情爆发之后 演员小培带遇到好心房东 将房租微微降价 让他相当感动 现如今演艺事业发展不错的黄山亮 也在稳步发展副业 这些经历让他笑说 保持热情过好每一天 任何想做的事情 就尽力而为去做 这段过程就不会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其实就像他说的这样 人生最机会碌碌无微 到认定自己的梦想之后 就一定要完全付出 毕竟若不全力拼搏一把 又弹劾成功 最后祝愿黄山亮的餐厅生意 整整日上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